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蓝筹股外 这两天大量股票连续跌停 说明大盘总体上仍处于挤泡沫 减融资的阶段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上海 深圳股票市场整体停市 舒缓一下投资者恐慌的情绪 国外股市也曾经有过先例 目前上市公司股票停牌锁定的市值 占中国股市总市值的25% 欧元区高峰会议 希腊总理齐伯拉斯并未提出新的方案 欧洲理事会主席表示 希腊必须在9日之前提出详细的改革计划 各国财务部长期盼希腊提出新的改革计划和纾困方案 但欧元区主席表示 希腊财政部长必未提出任何具体方案 与会人士说 希腊财政部长在会议中做口头报告 但没有提出新的书面提案 欧元区主席证实 希腊稍晚将向欧洲稳定机制提出请求 欧元集团在8日将召开视讯会议讨论 亚裔团体指控哈佛大学歧视遭到驳回 美国教育部指出 由于联邦高等法院目前正在受理类似的大学入学案 所以教育部已经在6月3日将亚裔团体 对哈佛大学歧视录取亚裔学生的申诉予以驳回 亚裔团体对此表示失望 但仍然会继续为亚裔学生争取平等权利 亚裔团体提出联合申诉以来 在各界以起高度关注 安乐死法案被加州众议会否决 旧心山湾区女子梅纳德 因脑癌搬到允许安乐死的俄勒冈州合法求死 使得加州参议会通过SB128安乐死法案 然而法案到了加州众议会 受到西班牙裔州众议员质疑 两名提案议员7日主动撤回 全案胎死附中 海外对日抗战纪念馆8月15号开幕 是中国境外首座 旧心山海外抗战纪念馆创办人方李邦琴 7日举办建馆一周年发表会 宣布开幕进入倒数40天 便介绍纪念馆的准备进度 筹建过程以及文物捐赠 由于当天是七七事变爆发78周年 抗战胜利70周年 方李邦琴也会在会中缅怀先烈 强调尊重历史 珍惜和平的重要性 我们要知道 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就没有我们的民族尊业 不尊重历史 不尊重历史 你不能有正义 在世界上 我们世界上就没有共议 不学习历史 我们没有学习历史 我们永远不能有和平 所以我们的管 管的目的就是 尊重历史 尊重历史 谢谢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